內縮 這裡又加粗又不勾 不勾變成它的特色了 前面平齊筆下來直的有點弧度 看起來平齊筆也是 這個它的特色 左邊種滑下來 右邊輕 細細的還是扭動一下 然後筆畫非常的輕 鐵短納非常的長 它的納 納出去的納角不太 比較短 看它上面寫得非常的近 近的話就會產生一種緊張的感覺 然後平齊筆下來 往下拉 然後這裡是拉長的 而且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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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 後面再加粗有點圓圓的感覺 點 拿下來 有點弧度後面有點粗細 撇輕輕輕輕輕輕輕的 出 加粗 粗細粗 有沒有勾 又不勾 不勾變成它的一個特色 別人有勾它不勾 點要稍微偏上面一點 點 它這個粗到細 這個橫畫也是它的特色 橫畫 然後撇也是特色 細細輕輕的柳葉撇 這邊就比較正常 一般都會這樣書寫 不過它的折其實有點重 這個地方 折下去這個動作有點重 這應該算是特色 你就把特色地起來到時候來表現 就可以創作 不過你要寫很多才知道它是特色 如果你沒有寫過幾個字帖 你哪知道別人在寫什麼 一樣它的特色 粗細粗 然後中間收緊 其實它的結構寫得還蠻緊的 這它的優點 結構像歐陽訊 中間收緊 兩邊放鬆 做得非常開 而且體勢偏長 跟儲稅糧偏扁不太一樣 好 這畫素直的 拉起來有點弧度 斜斜的往內縮 然後罐的話 它這裡上面斜的比較扁 扁不生長 比較扁 往內縮 做粗細 扁點都很短啊 扁點都很短啊 放鬆 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這裡 放鬆 好 放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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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鬆